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题目是很多 来认识恩典真理的朋友常常有的一个疑问就是 到底信徒已经信耶稣 耶稣设备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还要不要认罪呢 来我们直接看第一页 在恩典下可不可以认罪 答案是当然可以 可不可以 你不会因为认罪而犯罪 当然可以认罪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再来在恩典下 要不要认罪 答案是要 所以意思是如果不认罪会怎么样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看下一页 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待求 使你们可以得一致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了解吗 所谓的彼此认罪是什么 你知道十字架 十字架有直的跟恒的 恒的部分是人跟人 直的部分是神跟人 你知道吗 这边提到的认罪并不是 神跟人的部分 神早在耶稣基督里 已经原谅你了 天父早就原谅你了 这边提到彼此认罪是横向 所以有些时候老公老婆 要不要彼此认罪 当然要老婆对不起 我昨天对你有点大声 请原谅我 然后老公对不起 我今天好像对你态度不是很好 或者是老婆对不起 我昨天好像骂了你不好听的话 或者是老公对不起 我好像多买了什么东西 刷卡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朋友 对不起 刚才我好像有点凶 或者是对不起 我拿你的东西没有跟你讲 是要彼此认罪 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人的相处里面 可是这在讲的是横向人的部分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再来就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在一点下 是有认到的罪才被赦免吗 答案是 答案就不是 不是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罪 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主 他就赦免你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一切的罪 这是圣经上有写的 所以你不一定要认到的罪才被赦免 这个时候你可能想到某个经文 我们等一下会看 我们看下一页 约翰艺书2章12节 小子们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罪借者主名得了赦免 这边得了赦免 这个赦免是完成被动复数动词 这是希腊文的几百个 上百个实态里面的其中一个 简单说就是 完成是被动 而且是复数动词 简单呢 你已经被赦免了 而且你是已经被赦免了 而且是 它是复数的 它是你已经被赦免了 你是复数的 完成 你已经被赦免 你已经完成这件事 主已经赦免你 我们再看下一页 荣耀书4章5到6节 唯有不做工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 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你看哦 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就是被称为义 我们就是义人 我们不做工 而神称我们为义人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他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 这人是有福 你看 主不算你为有罪 你的罪已经 他不算了 你看 这人是有福 我们得赦免其过 你知道这个赦免什么 的动词时代 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赦免是第一 简单过去被动复述动词 简单说就是 你已经过去就 已经被饶恕 而且是复述的 不只饶恕一件事 是都被饶恕 OK 所以我告诉你 你早就已经完全被饶恕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因为这是很核心的东西 说我们再多用几个经文 以佛所书4章4到32节 并要以恩慈相待 纯联敏的心 彼此饶恕正如神 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你看 饶恕了你们 你看了 你看到了 已经饶恕了 都饶恕了 都饶恕你们了 下一页 科学习书3章13节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弃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主怎样饶恕了 你们 你们已经被饶恕了 全部都被饶恕了 你再去查 其实别的经文都会告诉你 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一切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的罪 好 下一页 题目来了 就是那个经文 大家会想 你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 是公义的必要 赦免我们的罪 喜经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人家说 你看 逻辑上来说 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 神就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不认自己的罪 神就不赦免我们的罪 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有一些神学家说 这个约翰一书一章 只有一章 约翰一书一章 是写给诺斯底主义者 不是基督徒 好 我知道这个东西 有点争议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刚才你看了 四个经文告诉你 神赦免你一切的罪 再加上你整本圣经 告诉你因性生义 主不算你为有罪 主赦免你一切的罪 那他都已经说 他已经赦免了 过去已经完成了 都赦免你一切的罪 为什么这边还一个一个认呢 好 还有一个很记要的问题 如果你认了罪 神才赦免你 你真的敢保证 你认了所有一切的罪吗 你知道吗 圣经新约的规定的罪 是更严谨的 看到善事不去行是罪 做什么事不出于信心就是罪 你吃什么不出于信心就是罪 你昨天晚上偷吃那个东西是罪 你知道吗 你今天早上看到老爷爷过马路 没有签他是罪你知道吗 你看到你那个停车位 可以让给别人 可是你自己也停的是罪你知道吗 你确定你什么罪都认了吗 我告诉你 神已经事先赦免你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的罪了 可是这边经文是告诉 我个人相信 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 神当然赦免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不认我们的罪 我们没有认到那个罪 那一两个罪 那几个你没有认到的罪 神还是赦免我们 因为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用担心觉得 这好像有什么亏欠 好像还有什么罪没有认到 然后你在神面前 神不喜欢你 耶稣基督早就为你成就 那美好的救恩赦免你 一切所有的罪了 所有一切的罪 你要知道 你是被喜悦的 主看到你就喜欢 因为你是一人 你是他的宝贝 让我为你祷告 亲爱的大巴天父 我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也许我们还是会犯错 但是我们是犯错的一人 我们是神家里的儿女 神家里的人 不小心犯错的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 可是我们被称义 不是因为我的行为 是因性称义 然后我被称义了 我得到救恩了 我谨慎活出这个美好的救恩 而且把这个美好的上帝 传给这世上每一个人 我已经被赦免 天父很喜欢我 我一切一切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 而我也不会因为这样 故意去犯罪 但是我偶尔软弱 神还是完全接纳我 因为祂是爱我的天父 感谢主 谢谢耶稣为我成就这美好的救恩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